6号凌晨1点左右 花莲分局选择远警在辖内盘查车辆红线围停 29岁驾驶因为害怕通气身份曝光 局长谎报自己45岁了 而且长相根本差太多 因此警方接着追问生效 结果当场就破功了 最后还被搜出有携带毒品 被警方给依送侦办 你68年是属什么你都不知道 属我生效都答错了 属狗 是吗 远警领解围停车驾驶 竟然连自己的生效都搞不清楚 花莲分局巡逻远警6号凌晨1点多 林检中和街上一辆围停车 29岁的驾驶人 谎报45岁的男子身份 警方察觉年龄实在差太多 随即追问驾驶人生效 围停车驾驶果然破功 自知法网难逃 男子束手就擒 警方随即清查男子身份 原来这名29岁的 陈姓男子是名毒品通气犯 过程中发现男性驾驶 明显神色紧张 且所报身份明显不符年纪 在警方技巧性盘查下 试破男子谎报身份 经查该名男子为 花莲地检署发布之毒品通气犯 陈姓通气犯被逮后 原警又在车上找到 三包毒品安非他命 七十七一组 全案以违反毒品违害防治条例 限刑犯及毒品通气案 移送地检署偵办 记者许立行 花莲报道 花莲报道